经上讲的人天佛报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 这佛报到哪里去了 其实佛报是有 被我们自己糟蹋掉了 为什么呢 我们做人不像人的样子 人的样子最起码的条件 人的爱人 第一次规里面讲 凡是人皆许爱 人的爱人 中国人讲人 仁义的人 你看人旁边是二 那是人 想到自己同时想到别人 这是人 只想自己没有想到别人 他就不是人了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 Loss 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Loss Loss 明念我等 开词净土发门 妙行苦落二土 吉阳沉迷众生 开这个发门 这个发门实实在在讲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 一切祝福 臣服 确实 完全平等 智慧平等 德能平等 佛报平等 那为什么其他祝福的世界不像极乐世界 这是 修菩萨道的时候 愿力不一样 阿弥陀佛发的愿 是普度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发这样的愿 太少了 这是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看到 四十八愿看到 你仔细看看 祝福如来 愿力不一样 所以 成佛之后 这个净土 圣庙也不像土 除此之外 没有不像土 这是悲鸣我们 特别是 凡圣同居土里面 烦恼习气重点 这些证词 所以 古德 曾经说过 这个法门 是先度凡夫 后度圣人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凡夫 居足这三个条件 心 愿 持明念夫 具备这三个条件 就成功了 所以开这个法门 特别法门 在八万四千 法门之外 叫门与大道 妙行 苦落而渡 极乐世界的落 瘦破世界的苦 我出学佛的时候 六十年前 看到这个无量寿经 里面讲的 这些众生苦暴 我那个时候 感觉的 释迦牟尼佛 讲的太过分了一点 这个世界 哪有这么苦啊 可是到现在呢 现在在看这个经 释迦牟尼佛 讲的一点都不错 它是讲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争点 无论是 平复 归尽 你去问问 哪一个人 有幸福 哪一个人活在 这世界 快乐 哪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 有安全感 找不到 可是经上讲的 人天 佛报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 这佛报 到哪里去了 其实佛报是有 被我们自己 糟蹋掉了 为什么呢 我们做人 不像人的样子 人的样子 最起码的条件 人得爱人 地词规里面 讲 凡事人皆学爱 人得爱人 中国人讲人 仁义的人 你看人 旁边是二 那是人 想到自己 同时想到别人 这是人 只想自己 没有想到别人 他就不是人了 那么中国 古圣先贤 教导我们 唯有人懂得 报恩 知恩报恩 人懂得 那报恩 第一个是报父母恩 孝养父母 奉仕 司长 这佛在经上 教导我们的 在中国老祖宗 世世代代 这样的教人 现在我们 不知道父母恩 也不知道老四们 说实实在在 现在做父母的 不会做 都忙着自己的事情 小孩自己不教 不养 得教给别人去养去 对不起小孩 这小孩 没有恩 这小孩怎么 很棒 老师 没教学生 没有真正教 所以学生 对老师 也不知道感恩 这个问题 非常复杂 为什么 谁会搞成这个样子 学一句佛法 讲 无量 因缘 不是 不是很简单的 阿 阿 尼 陀佛 佛 尼 佛 阿 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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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